看起來像一隻眼鏡蛇 這是用鋼材還有鋁材 做成的高科技桌燈 這個來自以色列的作品 榮獲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也在新開幕的台北紅點博物館展出 2 1 剪 the ribbon 請用錢 超過50年歷史的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有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 是全球四大國際設計獎之一 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設計競賽 紅點在德國還有新加坡 成立了兩座博物館 全球第三座紅點博物館落腳台北 20年前台灣第一次舉辦紅點設計展 逐漸拉近與德國的設計夥伴關係 台灣設計品質也透過紅點設計獎 站上國際舞台 今年的評選中 台灣在70國16000件作品裡 榮獲了66個獎項 是亞洲區的冠軍 我們來這裡的原因是 我們認為台灣的設計師 現在在亞洲的最好的設計師 社會做了強勁 在全球市場上 以日本紙荷為概念的造型以外觀雖然輕盈 但是石層板木的構造 卻可以承受400公斤的重力 另外還有這一款枝牙水龍頭 是受到樹木與植物的造型啟發 可以調節水量跟溫度 看起來簡單又精密 現場也有六件台灣得獎作品 像是設計師把杯子做成台灣水果果皮造型 創造了視覺還有觸覺的多重進行 要展出世界級設計作品 台北紅鐵博物館室內 也經過精心規劃與設計 我們強調又一種比較新的 工業的這種材質跟材料 來呈現造型 那這個造型我們也希望能夠 感覺它是跟工業是有關的 這樣的一種生產方式 或是它這種製造方式 除了每年的長設展 還有主題設計展 台北紅電博物館也會辦理教育 還有講座等活動 與台灣設計界有更緊密的合作 繼續透過產品設計 帶來更方便美好的生活